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甲骨文当中的使用情况做了统计 根据它的统计 在说文解字的9353个汉字当中 指示字有125个 其实这个概念大家应该心里非常清楚 这个指示字在汉字总量当中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那么象形字在这里有364个 会议字1167个 而形生字达到7697个 我们曾经讲到 在六书当中转注和假借其实都是用字的方法 但是朱俊生统计 说文解字里面有七个转注字 有一百一十五个假借字 那么 朱俊生在考察转注字的时候就是严格按照许身的定义 在同一步手而且二字互训这样的情形 也只有七个 而假借呢 它是这个从字形上已经 它字形反应的意义 已经无法考解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 它就按照假借字来处理 就字形反应的初意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呢 朱俊生还列出 相形兼指示 像中正屯才 他认为这些都是相形兼指示 会议兼指示 等等 朱俊生的这样的工作做的确实非常细致 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 但是我们在用六书分析汉字结构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重视朱俊生的意见 好 这是关于六书的解说 我们就到这 下面呢 我们来这个简单的评论一下 许慎对六书的解说 清代学者对六书做了很多的研究 理论方面的研究 其中最有名的是清代代振 其初的四体二用说 所谓四体二用 就是他把指示相形形成会议放在一起 看作是造字的方法 这是体 本体 而二用是指的 他认为转注和假介是用字的方法 这是四体二用说的基本内容 我们今天从汉字形体学的角度 来评论许慎对六书的解说 大致可以得出四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呢 许慎的贡献怎么看 我们说 在许慎之前 六书仅有明目 许慎不仅说明六书每一类的特点 还取出了例字 这个例字非常重要 它就使得我们对许慎给每一书下的定义 能够有更加确切的理解 许慎对汉字结构所做的说明 应该说是奠定了汉字形体学的基本理论基础 虽然许慎的定义有缺陷 比方说他在下定义的时候 过分讲求形式 每一书的定义一定要用两个四言句 而且这两句还一定要押韵 这种形式上的局限 妨害了定义的明确性 许慎有的例字举的也不恰切 比方说用五信来说明会议字 用令长来说明假戒字 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 后人正是在许慎这个解说的基础上 加以修正 改进 拓展 那么从此才真正奠定了 汉字形体学的理论基础 这是关于许慎的贡献 第二 这个六书按照代正的意见 应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造字的象形 指示会议和行声 那么第二类是用字的 转注和假计 我们先说这个用于造字的四书 这四书当中 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象形和指示字 象形字和指示字 那么都属于独体字 或者是基本上属于独体字 因为一部分指示字 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 再加上指示性的符号构成的 所以我们说它是 基本上属于独体字 那么所谓独体字 上次课我们曾经提到 就是这些汉字 不能够再进一步的分析 如果再分析 就变成了 不表达任何意义的线条 而第二类 是合体字 包括会议和形声 这两部分 这两种造字法构成的汉字 都有两个可以各自独立的 汉字形体构成 关于独体跟合体的分别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面 已经做了说明 我们上次课曾经读过这段文字 汉杰之初作书 改一类象形 故味之文 文是独体字 它的特点是一类象形 按照事物的类别特征 来给它一个象形的符号 我们从刚才识读的甲骨文当中的牛和羊 可以看出古人在一类象形的时候的那种独出心裁 真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那种智慧 非常巧妙 其后形声相意 即为之字 字的含义就是 字辱而尽多也 这是取慎 把读体叫做文 合体叫做字 这个转注和假界 也放到六书里面 其实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因为从周理地观保释里面 开始提到六书 就说是六书最早是用于教学的 既然是用于教学的 而不是专门用来研究汉字构造的 因此包括用字的问题 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我们想分别讨论一下六书当中最重要的三类 也就是象形 形声和假界 先说象形 这个象形是汉字造字的基础 象形字的数量很有限 大家还记得 大家还记得朱俊生的统计 象形字是多少个字 三百一十四个 这个数量确实 在千万个汉字当中 占的比例相当少 但是呢 象形字的重要性 却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它是组成千万个汉字的基本元素 千万个汉字 正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人是一个象形字 大家看一下 用这样一个形体来表示 但是人确实是很巧妙 这个象形字 那么 自辱而尽多 也就是 以它作为基础 可以构造出许许多多的汉字来 比方说 这个两个人在一起 这是从 两个人相并列 这是比 两个人背靠背 这是北 这个人以于墓 这是修 这个人落入 这个 井 这是县 掉到一个县井里面 这是县 等等等等 大家随便翻看一下 现代字典当中 从人的字 那个数量是相当庞大的 而 由这个人字造成的 这个汉字 比方说 这个集 这个字我们讲过 这个字又可以 作为造字的部首 进一步去创造更多的汉字 比方说 用这个集 作为升幅的字 就有相当庞大的一批 大家随便到字典里面翻看一下 从这个集字得升的字 就会发现这个数量 确实很惊人 从这个例子 我们大体上可以理解 为什么我们说 相形字是创造千万个汉字的 基本元素 所以宋代的正乔 在通知里面有一句话 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他说六书也者 皆相形之便也 它的根基的根基 就是相形字 所以我们说 相形是六书当中 那么最重要的造字法之一 好 下面我们再讨论形生字 行生字的重要性 是反映在数量上 换句话说 行生字可谓是一种最能产的造字法 我们反复强调 汉字当中90%以上的都是行生字 具体说起来 这个行生字的能产性 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它可以横向扩展 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个汉字 汉字 作为生符跟不同的行符组合 可以创造出很多的汉字来 刚才说到的集是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墨是一个会议字 本身是一个会议字 它的作为生符 那么构成的汉字 这是我从新华字典里面找到的 当然没有不完整 只是一部分 作为生符 我们看到它的位置 基本上就位于右 一个汉字的右侧和 上方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 一个汉字形体作为生符 它不仅可以横向扩展 就是跟不同的行符组合 去创造许许多多的新字形 同时还有纵向扩展存在 纵向扩展更是极大的 反映了行生字的能产性 比方说这个负字 负作为生符 可以构成符 这个符字许甚说是从用 附生 从用附生 还可以构成符 还可以构成符 高压符的符 而行生字符 红色的这个字体 作为生符 又可以去继续创造新字 大家看一下 第二行都是以这个符 那么这里边 我们这个涂成红色的这个符 又可以作为生符 它本身已经是 这个附生 在这已经很不明显了 但是它又可以作为生符 去创造新的汉字 就是下面 这一行 第三行 而溥仪的溥 又可以作为生符 构成这个符 出了符 还有别的字吗 从谱得生的 还有没有 帐步的步 那么这个符 又可以作为生符 构成这个 加十字旁 构成这个符 这个符还可以做生符吗 大家看这个符 还可以做生符吗 好像不行了 这个符画已经足够多了 所以纵向扩展跟横向扩展不同 横向扩展在理论上是无穷值的 而纵向扩展受汉字符画数量的局限 那么它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不能够再继续作为生符 创造新的汉字了 但是到这个地方 我们大体上已经可以体会 形生字的能产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